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義工 不一定說我要有一個牌子 或者我要這樣我才去幫 如果要餵流浪貓 當然你要注意 你餵的時候會不會造成任何垃圾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會投訴主 因為可能你餵完 人們不收拾 放在這裡就餵老鼠了 餵老鼠人們就不喜歡 就會搞法 而且餵的位置要小心 會不會在近馬路位 或者近一些危險的位置 可能要針筒 還有那些位置有沒有毒藥 有些會放在這些位置 放在這裡 因為安全一點 放在這裡 比你放在這裡 因為吃東西的時候 警戒性不高 有些什麼東西攻擊他也很麻煩 有些人會選擇放在這些位置 其實基本上 如果要餵流浪貓 真的要給罐罐 如果要用乾糧水就行 如果要看你的預算 你可以餵到天然涼 但一般牛浪貓 他們真的會吃比較重味性的東西 貓糧貓罐 這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沒有預算 要去到餵麵包 而給不到罐罐 我覺得真的比沒有好 如果有些市民 在街上看到有流浪貓 其實我覺得 他們自己捕 我覺得是OK的 正確來說 不能拿捕貓籠 捕手器是不行的 這個方法 你可能真的要餵熟了牠 拿貓袋 引牠進去 或者狼引牠進去 但當然要確保 那隻貓是真的沒有人的 罐罐 牠們吃貓糧 這些都是要鎖水 還有毛巾 因為你包住你的手 或是包住牠 讓牠沒有那麼害怕 還有會帶索帶 還有爬山球 是扣著拉鍊 因為牠免牠衝出來的時候 會走 所以就勾住鎖匙的位置 即扣鎖的位置 我會建議是 如果捕了流浪貓回家 就要放進龍頭 真的要找牠 讓牠吃完了 沒那麼害怕 還有找一個布 或是床單 或是這些衣服 有這些味道 先鋪著牠 大概給牠九成左右 即不要不停地鋪牠 會嚇生貓 可能可以鎖牠 放水放涼 牠吃就吃 不吃就鎖牠 因為正常入貓之後 一天兩天 牠未必吃東西 是不奇怪的 因為牠們很害怕 所以不用太擔心 之後就慢慢 觀察牠會不會喊 喵、喵、髮皮、反兜 沙盆 你可以慢慢把牠們蓋 再拉高一點 可能蓋八成、七成 怎樣都好蓋 因為牠們有私人的 或者牠們蓋一半 另一半是開洋 這樣會比較好 而且我會建議拍牠們 不要放在中間 因為牠是會鏡的 給牠們太多空間 可以的話 就放一個紙盒 這樣牠們會覺得安全一點 會不會喘 會不會喘 我會看 請 保持 喵 如果 詐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